河北连环杀人犯李进东 山城幽灵 1995年的延东 12月16日中午一时许 一个身穿黄色条纹夹克和牛仔裤的年轻人 提着一只黑色蹄包来到张家口建筑宾馆 我要住双人房间 他操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服务员小宋从他冻得僵硬的手里接过身份证 袁张平 男 1965年6月25日出生 住宿铺上歪歪曲曲写下了工作单位 邯郸大明县铸造厂 难怪他穿的那么薄 原来是邯郸人 小宋心想 袁张平被安排到小鸭圣吉澳销售代表常住的307房间 销售代表发觉这位同乌客衣着寒创 两只贼眼一样的眼睛只在他身前身后打量 多了一份谨慎 推说厂部今天还要来人 挡了架 袁张平兴兴的在306房间重新找到了一张床位 也没去搞清楚自己是哪张床 便把提包朝床下一扔 一头扎到了紧靠卫生间的床上蒙头大睡 不知寒睡了多久 袁张平被惊醒了 喂 这是我的床 到你那边睡去 他睁开兴松的眼 看清了床前站着的这位披着貂皮大衣的中年男子 南方人通常用的老板包鼓唠的在腰尖 镶着发色的老板戒指在胖乎乎的中纸上闪着金光 袁张平的眼神差点定了格 心头猛一阵狂跳 他费力的举起八字壶笑了笑 腾开了地方 这位老板还是位老江湖 他叫魏有良 江西景德镇乐华磁场经理 常年在张家口推销产品 算得上是建筑宾馆的常客 这回业务办妥 耐不住寂寞 他愿意找个伴侣 侃侃大山 然而魏经理又略略有些不安 他心怀忐忑的找到服务员小姐 便把放在腰包里的一万元 取出九千元存机柜台 直言不讳的说 这家伙很不地道 满脸无赖想 服务员要给他调换个单尖 而魏经理一时大意了 包里没剩几个钱 有啥好偷的 魏经理哪里知道 就在他们交涉的间隙 袁张平已从一家商店 购回了一把斧头 准备对他狠下毒手了 夜里实践中 袁张平盯着渐渐入睡梦乡的 魏友良下了床 从床下的蹄包中抽出力斧 随着一阵凝笑 魏友良的头颅遭到历刃猛击 鲜血从蒙盖的被子边沿 涓涓的流下来 这个灭绝人性的恶魔 一不做二不休 又调转伏饼 砍瓜切菜般 向死者的头部一阵砍劈 他撩开被子 见死者脑僵蹦裂 脑袋搭了在床檐下 便拧开灯光 在卫生间将胸器冲洗干净 丢在床下 毫不迟疑的裸下死者的戒指 取出皮包中还剩下的八百元人民币 当然他没有忘记 衣架上那件昂贵的貂皮大衣 然后幽灵般的闪出宾馆大门 寻袁张平发现未有两死亡 是十七日清晨八点钟 如同服务小姐的惊叫一样 由于这座城市社会治安秩序 日真稳定 案件带给整个公安系统的震动 是巨大的 考虑到人们的心理影响 从市公安局局长到市区刑警 都是悄无声响的 从宾馆后门进入现场的 现场除了经过清洗的一件凶器 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证 从服务员口中得知犯罪嫌疑人略带寒郸口音 现场分析会认定 凶手性格残忍 很可能是个负案在逃犯 且狡诈多端早有图谋 干警行动在十点钟前部署完毕 火车站 气质站和通往市郊的各条要道布控 在宾馆继续深入调查 向全省发出紧急协查通报 裹着一身征臣的 乔东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李景山 刚刚在凌晨 押解另案犯回来 即在十点钟受命 乘车奔赴大明县 县公安局长 亲自迎候了行侦小组 他们马不停蹄 迅速从十几家铸造厂中 排查出袁章平的情况 袁章平现已改行木匠 更名武章平 落户周庄 外出半月有余 至今尚未回家 使木匠就会使用力服 且作案时间 同袁章平的行踪完全吻合 刑职小组成员 顾不上长途奔波的劳累 连夜到周庄埋伏 夜色沉沉 寒风像故意给他们提神似的 送来刺骨的良意 空旷的原野始终寂了无人 他们静候了一天一夜 坚持到第二天薄木时分 领路的孙之书紧张地喊一声 来了 他就是袁章平 刑警们精神陡然一阵 瞪大眼睛盯住了渐渐走近的黑影 夹个上装清晰可变 背后布袋中的斧头 巨公轮廓分明 李百林突然跃起 一个虎扑将袁章平按住 在村委会一间办公室 武章平平静地回答了刑警的询问 他说早在两年前 一次去邯郸的长途汽车上 身份证既被窃走 现在他入职女方 以更名武章平 这十五天来 他一直都在后边陆村 给人们干木匠活 武章平拍着胸脯 坦然地说 半村的人都可以给我作证 回答似乎天衣无缝 刑事小组在后边陆村 了解情况 又特别把武章平的录音 放在了电话筒上 同远在山城的建筑宾馆 接通了长途 不 这不是凶手的口音 服务员小宋在电话里回答 他们向指挥部进行了详实汇报 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从远方传来 12月18日 持有袁张平身份证的凶手 又一次在唐山开栏煤矿招待所 以同样手段杀害了同事旅客 胡小远 作案后逃之遥遥 千军中亚 1996年春节 山城人民度过了一个红红火火的春节 而公安干警的心头一刻也没有轻松 尽管全市组织了成百个联防队 对铁路公路沿线严密查控 对所有大大小小的旅店饭店 没明没黑的随时搜索 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行踪 雪上加霜 3月19日晚 又一名旅客在宣化惠都饭店被杀 财务掠结一空 持有杨春风身份证的同房客 案发后不翼而飞 分局刑警队立即派员前往黑龙江一春市查证 杨春风结果被否 经分析认定 这起案件的作案手段 同乔东建筑宾馆未有良案 军系一人所为 同在其他城市发生的案件也形同磨出 人心惶惶 外地客谈虎色变 各处宾馆旅店的住宿人员纷纷撤离 急昼下跌的业务信息 接连不断的传递到市局领导的耳中 市委领导关注的催寻电话一遍遍的响起 4月12日 省公安厅在卓州召开 袁张平系列杀人抢劫案 并案侦查协调会 李立副厅长在会上严肃指出 这是河北省第一大案 会议之后再次发生同类案件的地方 要追究当地公安机关领导的责任 主管刑侦副局长赵建国 带回了会议精神 也带回一份系列案明信 1995年12月16日 持袁张平身份证 于张家口市乔东建筑宾馆306房间 将魏友良男37岁杀死 1995年12月18日 持袁张平身份证 于唐山市开栏煤矿招待所505房间 将胡小远男34岁杀死 1996年1月11日 持袁张平身份证 于河南省安阳市新大地宾馆 将周易男某岁杀死 1996年1月25日 持杨春风身份证 在邢台市天洁宾馆508房间 将陈沐兴男40岁杀死 1996年1月28日 持袁张平身份证 在石家庄市商贸招待所206房间 将畅旗志男26岁杀死 1996年3月19日 持杨春风身份证 在张家口宣化惠都饭店612房间 将白月剑男22岁杀死 1996年4月1日 持杨春风身份证 在河南新乡市九州宾馆517房间 将于月定男28岁杀死 一张网大演戏的捕魔战役 在全市大范围铺开 公安系统各级领导 带着山城人民的嘱托 肩负着神圣的使命 编队到围捕第一线 基层干警和联防队员 没明没黑的到街道 到宾馆饭店 以及犯罪所有可能藏匿的场所 布置防范措施 进行抽查检验 犯罪分子的画像 迅速的绘制复印出来 展示出全区的宾馆 旅店的总服务台人员 并严格要求 凡能够接触旅客的服务保安人员 对犯罪分子的相貌 特征 语言特点 身良和衣着 均能倒背如流 报警电话 就是刑警大队长 王铜信的手机 昼夜开机 这仅仅是一个分局的 击捕侧影 随着罚网铺开 魔影终于显露出端倪 经过对各区县 所有宾馆招待所的排查 发现持有 袁彰平身份证的罪犯 曾于12月6日到9日 留宿乔西区医药招待所 建筑宾馆凶杀案发前一天 也就是12月15日 该犯又在乔西区惠宾饭店露面 中间的七天时间出现了断层 罪犯每次住宿都有所图谋 就不可能露宿车站或山野 那么他能到什么地方藏身呢 罪犯首次作案后 于3月19日又潜入张家口宣化作案 之后相继在山西 河南 山东 制造新的血案 而期间三次路径邯郸又多次往返张家口 这又说明了什么 总指挥部的灯光无数次从晚上亮到天明 市局领导们还有市刑警支队长们 围绕着犯罪的行踪路线 做出如下判断 犯罪分子以邯郸和张家口为轴线 向东西两侧流窜作案 略带邯郸口音 对邯郸区县一带较为熟悉 衣着土气 是邯郸附近农村人 犯罪分子胆大 心狠 手辣 有较强的犯罪心理素质 一定有犯罪前科 极可能在去年12月16日前就有命案在身 犯罪分子在张家口附近频频作案 说明罪犯同张家口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他的巢穴十有八九在张家口 虽然指挥官们谁也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 但事情偏偏是这样明明了了 罪犯不仅在张家口作案 还就在眼皮底下藏身 这对于一个真正的公安人员来说 还有什么事情比得上如此的起始大辱 犯罪分子也偏偏要同公安干警 摆布迷魂阵 4月16日在山西长治市大酒店 将同房间的钱建涛男34岁杀死 4月18日又窜至大同市飞天宾馆 将林学文男27岁杀死 5月5日在山东济南市全城宾馆 将吕济刚杀死 这三起案件都用的是杨春风身份证 住进的旅店 查 不惜任何人力物力彻底查清 追学的范围迅速扩研 扩研到驻军邯郸籍转业复员花名册上 扩研到市区各县寒郸籍转业复员兵上 扩研到司法羁押领域 干警们日夜奔波 行程千里 不仅走访了大唐湾 沙岭子监狱 还走访了一个个作案现场 提取了所有被抢物品清单 查阅了涉及案情分析的所有资料档案 但是因警力不足 而靠通讯征集的信件 就发出三百多封 一封凸起 刑事案件的背后 往往牵扯着诸多社会基因 情侦期间 往往出现琢磨不透的扑朔迷离 但只要有着被民除害的钢铁信念 有着对公安事业的执着追求 有着脚踏实地的扎实工作 就一定会取境通幽 迎来六万花名的新静观 6月16日中午 张家口市公安局值班事件话 铃声响起 省厅五处来电 要求张家口协助邯郸市 邯郸县公安局搜查 崇礼县一个叫 一马图乡黄家湾的地方 村民李某红 可能同810绑架人治案 重大嫌疑人李进东 有联系 值班人员不敢怠慢 曾曾下达 崇礼县公安局副局长 刘永亮 电告一马图派出所 从侧面摸一下黄家湾 是否有这个人 要讲方法 不要找人太多 防止打扫青蛇 最后刘副局长没有忘记嘱咐一句 一小时后 派出所干警通过治安积极分子了解后 向宪局反馈 皇家湾村确实有一个邯郸人 名叫李进东 其聘妇不是李某红 而叫李海云 现在正在李家地里帮厨 闻讯后 刘副局长带领四名刑警驱车 直付160华里外的 一马图乡派出所 崎岖山路 一路颠簸到达派出所已经下午七点钟 经过研究决定晚间行动 一马图乡位于崇礼县西北部的山沟里 地形十分复杂 晚上十点 刘永亮副局长带领四名刑警和两名派出所干警 摸黑徒步向五里外的皇家湾村扑去 为了便于隐蔽 一路不敢打手电 绕到村后 向居住在山梁上的李家包抄过去 扑进房屋一看 除了一家四口并没有见李静东 经过搜查毫无李静东的踪影 就地询问后得知 李静东晚上除地回来后吃了口冷油面 说回邯郸就走了 并供述李静东在张市东山坡 作有住房 刘永亮副局长一面通知高嘉营派出所 所在辖区大桥设卡截堵 一面带干警和李海云的父亲母亲赶往市区东山坡 赶到东山坡的租赁住房时 已是凌晨 只见房门紧锁 没有李静东回来的迹象 刘副局长将上述情况 向市刑警支队支队长抵劫做了汇报 抵劫支队长为了 袁张平事案件 实不甘位 夜不成眠 此刻一听到邯郸的字眼 一听到邯郸籍人的住房 心里就有了一种感应 他跳了起来 大声下达命令 撬开房门 彻底搜查 在搜查中 从李静东用过的书包中 搜出中国银行宁波分行长城优惠卡一张 北京邮政专用储值卡两张 哈尔滨华美合作银行客户查询卡一张 在审查扣押物品时发现 中国银行宁波分行长城优惠卡上 有余月定的签名 啊 李静东 果然是你 抵截支队长联想到袁张平系列抢劫杀人案中 在河南新乡九州宾馆517房间被害人余月定的名字 这一重大线索的发现 使刑警支队的干警们愤囊不已 抵截这个轻易看不到笑容的中年汉子 一时也抑制不住 难以名状的感情 市级领导们获知这一消息后 赶到刑警支队听取了汇报 凭着多年公安工作经验 命令支队对李静东的租住房屋做进一步搜查 同时对李海云家也要进行全面搜查 果然从李海云家中发现了一把印有大同飞天宾馆字样的梳子 印有武警宾馆字样的洗发膏带 在李静东住在东山坡住宅的床铺下 又搜查出余月定持有的中国人民银行长城塔一张 太平洋山行荣誉贵宾金卡一张等大量无证 综合分析认定 李静东就是化名袁张平杨春风 涉及四个省作案十一起的抢劫杀人狂魔 幽灵终于在山城露出真行 17日对李静东在张市东山坡的住房和李海云家 实时进行了全天候监控 18日对李海云的所有亲戚进行了布控 依法收审了李静东的聘妇李海云 18日晚 李景云局长主持召开了九个分县局的局长 刑警队长参加的紧急会议 一张张罚网撒向以崇礼为中心的四面八方 铁壁合围 九个分县局紧急部署会上 通报了犯罪分子的相貌特征 衣着特点 李景云局长特别强调了六条抓捕查控措施 一是根据李静东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和心态 判定极其有可能从崇礼翻山逃往内蒙古一带 人烟稀少地区 因此要加强霸上四线的摸牌查赌工作 二是对李静东所有可能在张市的落脚点进行严密监控 张网一带 三是对李海云周围所有关系继续深入调查 取证发现更多线索 四是全市范围内各交通要道设卡堵截 对李范可能藏身落脚之处进行彻底查清 五是通过上级公安机关向友邻地区公安机关发出通缉令 取得协助和配合 六是通过市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通缉令悬赏缉拿凶犯 这是一场牵动千万人心的战斗 公安干警紧急出动 在最短的时间内设置读卡堵115个 出动警力2600多人 组织清查小组100多个 市委书记冯文海对破案做了具体指示 副书记于振华 副市长王建雄亲次到市公安局督站 省公安厅副厅长李立一行 专程到张市部署击补工作 市电视台通缉令播出后 全市人民同仇敌忌纷纷要求加入独卡队伍 在请应的群众行列中 有一个叫贾金的小伙子 他是李金东住在东山坡的邻居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贱人就笑开口叫大哥的邻居 竟是一只披着人皮的恶狼 他攥着拳头说 我要到道口上去 就是丑背影 我也能变出这只狼来 他在卡子上守了五天五夜 同李金东在建筑宾馆碰过面 说过话的服务员小宋 和锅炉宫老庞也出现在堵截行列 所有的干警 包括一个个内勤和政工人员 也披挂上阵 市局政治部高林 赵存露 孟新宅三位主任 都是五十岁的人了 也在大雨瓢泼的十八日晚 奔赴崇礼深山 从大搜捕当天 莫要说公安报警电话 单是各区县情侦队长的手机 就铃声不断 有群众报警 李海云有个亲戚在张北 请注意张北查控 杀人魔鬼李金东 竟逃向何方 专案指挥部 在一遍遍审视着这个问题 十九日这天 坐落在大山深处的 张北县小盒子村 个体司机李平 照例起了个大枣 连夜的雨水 使乡村的土路 泥泞不堪 李平走出院门 望了望灰蒙蒙的天空 盘算着今天能不能出车 这时从野外走进一个一瘸一拐的男青年 二十多岁 一米七的个头 穿一身条状湿漉漉的深蓝色套装 手提黑色提包 脚穿着沾满泥浆的黑色胶鞋 显然在雨夜走过漫长的山路 年轻人盯着院里的出租汽车 客气的问李平 师傅 你的车走不走 这场连夜雨 山路没法走啊 能到你家里暖暖身子吧 年轻人露出一副 祈求的神色 坝上人既好客 又负同情心 李平将他让进家门 拿出自己的衣服 让他换上 两人攀谈起来 你是哪里人啊 叫啥名啊 怎么跑到小盒子来 李平问 我是河南人 叫李进东 来找我妹妹 说着 年轻人从上衣口袋 掏出张临湿的纸条 就在这个地方 师傅知道吗 李平接过来 直接上面模糊的显出 乌某某某阵 洗小舌台香 字样 李平摇摇头 李平见李进东疲惫不堪 给他做了饭 饭后年轻人倒头便睡 直到傍晚醒来 李平便将李进东 送到小河村委会过夜 第二天一早 李平送旅客 和萍水相逢的李进东 进了县城 也就是十点钟左右 车在靠近县城的 一个加油站加油 未等车停下 李进东跳下车就走 李平有些奇怪 就喊 哎 你到哪儿去 你到哪儿去啊 李进东头也没回 我已经查清楚地址 到报头去 搬车返回的路上 乘客们议论公安局 正在抓捕一个逃犯 李平怦然心动 山沟沃人不大记名字 但李进东的行踪 是有些可疑 他赶快驱车回村 跳下车就找村支书 刘志远报告 草原爆劫 专案指挥部 接到张北县局 发现李进东行踪的报告后 立即驱车赶到张北 经查找 内蒙乌拉特前骑 有一个小舌台乡 而不是小舌台乡 李平看到的乌拉什么什么骑 极有可能是乌拉特前骑 随即决定派员追捕 21日晚9点26分 刑警支队副支队长 樊丽平带领追捕组的 钱明健 崔记忠两位干警 登上了开往包头的 77次特快列车 下午1点40分 追捕小组来到乌拉特前骑公安局 正在值班的王副局长 热情的接待了追捕组 得知追捕小组的来意后 马上指示前骑刑警队 张晓明副队长前往协助 晚7点40分 一行赶到后山分局 分局主管刑侦的赵永胜副局长 是个豪爽汉子 一听说是系列杀人案犯 扯着嗓子点出三名干警 由他带着协助追捕组 直扑点力速泰村 樊丽平看个手表 11点钟 为了隐蔽起见 他们将车隐蔽在 居村五华里的一个山洼里 赵永胜副局长化妆进村摸情况 半小时后 赵永胜副局长大不留心的回来了 他压低了嗓门 兴奏冲的倒出了摸杂结果 按当地习惯 家家都有白酒 只有来了远方客人 才外出买啤酒 可下午吃晚饭的时候 赵永明的妻子 偏偏从小卖部 买回一瓶啤酒 据此能判定 赵永明家一定有客人 但是不是李进东上南断定 为了何时搞准确 他们弃车而走 一行人脚前脚后 鱼贯前行 进了村之书李和平家 攀谈中 李之书的妻子说 今天傍晚有个小伙子 说是张家口来的 打听赵永明的住处 我正好在场 他还介绍了来人的身量 长相 樊丽平三人 互相交换了一下兴奋的眼神 同赵局长张队长 商量好对策 总共是八个干警 加上村之书李和平 呈善行面向赵永明家包抄 三个人把门外 六个人入院 就在翻墙时 有了响动 随即犬废献祭汪声起 屋里察觉了出动静 拉着了电灯 谁啊 是赵永明妻子的声音 门外村之书李和平 按照既定措施 赶快敲门大话 还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呢 听说你家里有羊毛要卖 人家连夜来收购 急着走呢 农村夏天不挂窗帘 搭话功夫 干警们已把屋里的布局看得一清二楚 炕头上是正在起身的赵锡明夫妇 中间是两个睡着的孩子 墙根处 两面睡着的是一个连当地赵局长都没见过的陌生男子 赵七开门时的时候 干警们一拥而尽 刚刚惊醒的李进东 刚回过神来挣扎 已被干警们麻利的按在炕上 你叫什么名字 樊立平立声问 李进东 他脱口而出 咔嚓 赠量的靠子套在腕上 我们逮的就是你 樊立平的两个战友都听出他们副支队长的声调都变样了 从李进东身上搜出杨春风的身份证 还有其他物证 此刻时间是六月二十三日零点三十分 罪恶冤属 戒备森严的审讯室里 记者见到了脚带铁料 体魄强健凶悍 凶光碧露的杀人魔鬼 李进东 面对危严的审讯干警和不容玷污的法律 犯罪分子的神经几乎崩溃 有时他会无可奈何的 搅带任何一起凶杀的细枝末节 跟干警求吃求喝 有时又闭口不谈 脑袋频频撞击 审讯以寻死寻火 从他时段时序的交代中 我们重新审视了 一桩桩触目惊心的犯罪事实 看到了这只豺狼 在二十六个年头走过的血迹 罪犯是河北省邯郸县沪村乡村民 1993年因敲诈罪 被邯郸县人民法院判刑九个月 服刑期间秉性未改 反而变本加厉 要做发财梦 金钱梦 出狱后 不择手段的借贷十万元 绝技搞大本生意 从邯郸向上海 发运生铁 废钢 他手中有了贷款 进了大都市 就尽情挥霍 进赌博间 洗丧拿玉 住高级宾馆 回到村里 竟然迎来人们的 嘖嘖称谢 梅克营门成了家事 有了儿女后 他手中贷款 在一天天减少 但追逐金钱的欲望 却逐日膨胀 随着崔代人频频登门 他预感金钱梦难缘 不解夺意外横财 将五脸继续在家乡炫耀 更无法进都市享受 李进东爱看地摊上的奇闻怪书 常常把自己扮进角色 谋划一场人不知鬼不觉的诈骗致富戏 1995年8月10日 他瞄上了开下立出租车的个体司机王三 他要从王三和家长手中炸出大钱来 可是对方偏不买账 打到中 李进东掏出水果刀将王三杀死 他在离村子不远的玉米地里 潜伏了整整三天三夜 他明白户村的家是不能再要了 要了户村的家就没了这辈子的前程 更没了自己的性命 他在玉米地里的昏睡中 想起了一个御友 一个因抢劫罪被判死刑的王建勋 王范临行前告诉他 崇礼县一马图乡 有老婆孩子 你出狱后帮我照料照料 走投无路的窘境中 他想到了这个地方 作案后的第五天 他急匆匆如丧家犬流窜到李海云家 李进东生性能侃 后来做生意 见过些世面 花言巧语 加上一些伪装 赢得母女信任 时隔不久就把李海云骗到手中 他在重礼一段时间 犯罪心态深藏不漏 既不参与赌博 又不参与斗争 他知道命案在身 一不小心 公安人员就会尾随而至 他吸的是劣质烟 干的是农家活 逢人还要照扫长李歌短 但每逢夜深人静 他又回味起难以忘却的大款生活 以致对那些至今还拥有密码箱 金戒指 任性甩钱花的大款客 羡慕得要命 由羡慕到仇恨 暗暗发誓 要通过解夺来改变命运 他哄骗李海云 外出要账 策划了建筑宾馆续案 这时候他还心存余悸 他用1993年时到的 袁张平的身份证到张家口两家旅店 相继试探性的登记 尽管身份证相片同犯罪案本身有差异 但没有引起丝毫怀疑 这时他才坚决的走进了猎物 他害怕警察 担心自己的衣帽 携带物品会招来无端的追问 所以作案从不带任何凶器 动手之前 现购买 第一次作案使用的斧头扎眼 后来就只买锤头 行凶前往背脚一塞 作案后用水洗去指纹 对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我们无法用 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的罪行 已经使了12个幸福家庭失去欢乐 你也有父母妻子等等之类的话 去寻根问底 只是感到对这样的罪犯早抓住一天 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就多一份安全 1996年6月23日凌晨1点40分 被国家公安部通缉 杀害12名无辜群众的恶魔李进东 终于被张家口市公安干警生行活捉 河北省委 省政府领导对侦破此案给予了高度评价 省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徐永岳 也特意发来贺电 1996年12月31日 杀人狂李进东被执行枪决